气须汗如雨 湿热汗如油 阴须汗如偷 首先 气须汗如雨 如果说汗也出的比较多 不受控制的出汗 头上的汗就跟下雨一样 同时伴随有浑身乏力 精神疲惫 容易感冒发烧的情况 这都是气须导致的 气它本身具有固色的作用 能够紧紧的固色我们体内的精液 气须不顾就容易出现汗如雨下的现象 这个时候调理要注意 意气不表 如果说气须比较严重 还有可能出现阳须的情况 这时候不光出汗多 还会有怕冷四肢冰凉等现象 其次是湿热汗如油 当体内存在湿热 热气增腾精液 也容易出现多汗的情况 但由于湿性粘腻 还有热气一直熏增 所以出的汗就发黏 并且容易把衣服涨黄 同时伴有心情烦躁 口干口苦 头晕耳鸣 小变色黄的情况 这种调理就需要清湿热为主 最后 阴亏汗如偷 为什么说阴虚汗如偷呢 如果阴虚的人出汗就像小偷一样 通常是在晚上出现 最多是阴液亏损后产生虚热 虚热熏增 精液迫使精液外泄导致 还会伴随着口渴想喝水 手脚心发热严重 晚上入睡困难 手脚心发热等情况 这时候调理就需要自阴降火 好